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群山争锋 63座墓碑仿佛沧海一锁 但在驻守高原的战士们心中 这63座墓碑顶天立地 好气凛然 每一批踏上高原的战士 都会来到海拔四千多米的 施泉河烈士陵园 向英烈致敬 72年前 第一支踏上雪域高原的人民军队 在这里完成了一场史诗般的远征 136名战士 63人牺牲 他们用生命的代价 将五星红旗插遍了藏北高原 如今 他们的故事 早已留在卡拉空轮的群山间 融入每一条河流的血脉中 刻进了高原官兵的灵魂里 这就是军人的血迹 高度是卡拉昆仑的天性 有人望而却步 有人心持神亡 但对于驻守在这里的中国军人 高度是生与死的较量 兵型显招 出奇致盛 高原之上 特种兵 往往要在对手意想不到的高山绝壁中出没 适应我们高海王这种大山大石头的这种进行 是目前我们最需要最紧迫的任务 所以我们基本上每周都要训练一两次 进行这样的训练 高度400多米 轻角超过80度 几个数字足以概括今天训练的地点 然而这是特战队员在高原助训以来 难度系数最高的一次攀登挑战 今天有学路比较滑 上去的时候我们注意王滑的问题 第二个要更好对行 王海丰入伍16年的老特种病 身经百战的他在喀拉昆仑也会遇到全新的任务和考验 上了之后我一直就研究我们这块的作战地形 这一山基本上对我自己来说我都爬过 这一步都是对王海丰体能和判断力的挑战 一般你不带东西的话就像这样 崖壁很难攀爬上去 一般都是尖兵先打头阵 我先上去攀爬先去探路 一个是为了确保大家的安全 看这个地形和路线到底我们能不能上去 第二个是从双兵先刺身下来 就是为了大家顺应在安全的情况下 进行盘绑训练 不知前路没有保护 稍有不慎就是万丈深渊 可有些人一旦选择了冲锋 就是一无反顾 队友以当兵16年的一个战士来讲 这种艰险或者是有什么这种事情 对的我来说绝对是一不容辞 一往直前成无险证 哪怕是牺牲了我觉得我也是值得 长年高强度的攀爬 让王海丰的每一步都伴随着伤病的疼痛 而这一次自然带给他更大的考验 在即将到达山顶之际 一处绝病挡住了所有人的去 凸出去的一个大石头 而且是尖尖的 两边都是勾 下面是个悬崖 我一看下去当时就比较迅 然后我已经过去了 我是回也不是 我前进也不是 这些地方绕了好久 然后没地方抓 当时我找不到这个手扣的地方 脚上下面也找不到这个踩的地方 下面都是血也不敢踩害怕滑了 你身射险是为了战友更安全的攀登 放手 然而无意中飘向山崖下方 这些身机百战的特战队员依然会心有余气 小心啊 小心啊 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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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登顶只需要一步 而登顶的过程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五个小时 上学之后感觉到心里面有一种自豪感 大家都是一样的 就是挑战了自己这个极限 在这里 中国军人用双脚挑战自然的高龙 练就出敢让高山低头的血性胆破 然而更多的时候 他们要较量的对手正是自己 海拔五千米 氧气含量只有平原的一半 缺氧会让身体机能发生变化 有人做个计算 在喀拉昆仑躺着不动 就相当于平原负重二十公斤行走 有军人在山空中 我们要有军人在山空中 还有军人在前面 像军人这一种小时 一山空中 神为一山空中 那小时 都僵然在山空中 必须是建立的 木头善恋人 烦战 手劲 薄众 人在过程中 以后第一次跑三公里 我想着应该也能跑下来 有问题不大 然后没想到他跑的时候 就不一样了 就是腿没达到那种酸痛的感觉 没有那种很疲劳的感觉 但是身体肺已经不行了 肺已经传不过来气了 然后就缓一下缓一下 然后再跑 然后就感觉 自己原来上高原这么猜呀 适应高原 一切都需要从头开始 从徒手三公里 到武庄三公里 再到重庄五公里 一步一步增加负重 距离和时间 地边 走 停车 是 28.2 走 三公里 二三九六 来 拿两斤水 过来 是 走 放车 检查 小学靠 检查 同志伯 下面我们进行 负重三公里跃业 训练时 克服不了独高重 战场上就无法抢占至高地 为了胜利 每个人都在拼尽权力 加油 站 王队 站 来 给你赢家 向着终点全力以赴 也绝不放弃任何一个战业 进来 进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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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将近到达终点的时候 神明战友发现 他脸色发白 慢慢的呼吸已经喘得不行 自己想通过把他的病囊去掉 来让他呼吸这一块调整 但是结果病囊这一块 自己还是压力挺大的 与其这个当时胳膊这个酸痛 在淋上了东西 一直心里默念 坚持 宽荡了 坚持 宽荡了 你明显知道自己很累了 但就是不服输 我就是要跟他对着办 就是身体不行了 我就是要往上上 我感觉这就是一种 血腹 在百川奔突于万刃丛中的 卡拉昆仑高原作战 抢占之高点 意味着抢占战斗的先机 因此冲坡 成了驻守高原的军人 必不可少的训练项目 能够在这种高原高海的情况下 在上级又命的情况下 我们能够第一时间 以最快的速度 达到我们的作战目标 抢第一步 就让我们讲的叫 后敌行动 先敌战机 一声令下 特战队员向着山顶 发起冲撞 身抗红旗是荣誉 更是责任 作为扛旗人 一粒木扎蹄 需要在比别人负重更多的情况下 最先到达山顶 快也意味着体能的极大消耗 每一次呼吸都像无数利刃 穿过呼吸道 在肺部炸裂开来 从死到过 缺氧到恢复 眼睛能看到的看不到 就是白眼 跟自己的意志力 对抗 脑子就小 一定要冲上去 把气插到山头上 加油 加油 人在挑战极限时 迸发出的伟大力量 不仅在于体能的强用 更是来自 不屈不挠的精神力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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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的灵魂 骑在山头上 兄弟们有点过去 一定会上去 占到阵地的 在山头上 也在水 也在水 在山头上 也在水 苍凉群山之间 鲜艳的旗帜 闪耀着军人的血性 那时即使承受痛苦煎熬 依旧选择勇往直前 永不言败的顽强意志 而无论是激烈的冲锋 还是安静的折服 都是为了胜利 最主要是咱们握枪的劲 咱们分散到这三个步 就是是这样子的成像 现在有一个外号 它就叫霸王花 我们在居集胸 当时也是我们的教练员 就是女兵去教我们 我们就感觉那种 不在乎的那种感觉 就感觉它也不会多少 就是说白了 就是振不住我们一样 不要搬枪 这个手来 先放下 好 再握上 梅润 往后走 只用了短短两节课 就让班上南兵的态度 从怀疑转为幸福 从后面慢慢地去 他给我们去讲一些知识 都涉及到我们的盲区 然后就是我们自己 慢慢地惊讶心来 然后向他去学习 我这个人就是喜欢挑战 这个事的难落不到我身上 我就不觉得它难 别人怕打的枪 我能打 有些任务 别人接不了的 我能接 不管变成什么事情 全力以赴 有人说 残酷冷峻的高原 不适合娇艳柔弱的女孩 而他们说 战场之上没有难 只有军人 为战而生 向战而行 是军人天性中的热血豪情 几个月前 正在休假的维润 得知了 部队要上高原助训的消息 当时挺着急的 然后就到处打听这个事情 一定要上来 不上来都不行的那种 上高原的请战书 写了四篇吧 宁可高原埋中国 不失祖国一寸头 当维润得知 比他还小一岁的战士 陈祥荣壮烈牺牲的消息 这种敢于战斗 不畏生死的精神 就成为他心中 军人血性的象征 也是受到前任精神的感染 兄弟单位在上面的时候 那种精神 我们在山下也感受到了 不管是什么方法 我就是希望能自己 自己能够为这事做点什么 谁知终于上了高原 原本是狙击手的维润 却被安排到了理论宣讲队 暂时不参加训练任务 我听到这个消息就不行了 这个艺术是好的 但是我不倾向于这方面 所以我就想的是 我能不能到战斗岗位上去 看着班里的战友 在漫天风沙中训练 作为班长的维润 却无法参加 一心向战的他 再一次写下了请战书 当我住进遮风挡沙的楼房时 外边的兄弟们 还忍着风沙高返搭建帐篷 一栋楼房一扇窗 隔绝了暴风沙尘 也隔绝了与他们的同甘共苦 更隔绝了此次受任的初心 所以我请愿 请愿加入吃土行列 只为共进退 我请愿回到战斗班牌 加入战斗编组 这也是我的倔强 更是我的决心 我们是特殊群体 但是不搞特殊 既然我们都有这个意向的话 那就随我们的愿 那就都去 就是得回去把 党位上的职责坚守好 来 来 来 五言 预备 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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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回到战斗班子 北日子就遇到了挑战 心枪列装 没有一个人会用 我们当时没有什么书籍 只有说明书 有没有整天报的说明书肯 就是每天翻案 每天找 好多不理解的 就反复反复地去实操 就看自己理解的对不对 任务重大 责任在间 所以我当时也没管那么多 就自己带头挂了 要准确击中目标 狙击手需要弹道 封片等数据作为参考 然而在此之前 从未有人 在海拔如此高的地域 进行新装备的设计 各项参数几乎为零 那刚开始只能就是先打 弄个大一点的靶子 看能上哪个位置 然后偏差多少 能修多少 然后就把这个记录下来 现在基本上没把枪拿出去 都有参数可以接见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训练 梅润成为红军师 在高原打响新型狙击枪的第一人 也害怕吧 也害怕吧 但是也没说是因为害怕 所以你说让我上我就不上了 我们不畏战 不缺战 把子弹进去 射击切的目标 只要一声令下 维润和他的战友们 就会像子弹一样 向着胜利一往不前 头部下劲 军人的血性 是敢于战斗的豪情壮志 也是面对战友时 生死守护的温暖力量 边防上的苦 更多的还是 自然条件的恶劣 和内心的孤独 惡劣的环境 严峻的斗争 让身处高原的边防军人 对身边的战友 有着深切的依赖 生死与共的战友情 不但是贺敌制胜的法宝 也是每个人生存 和坚守的力量源泉 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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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啊 咱们要往上击 就是这一刹脱出去 咱们的力度 必须要把敌人 就是打在这个脸颊上 我们必须要一刹脱把它放下 河军 一个驻守边防十三年的老兵 对他来说 边防连就是他的家 身边的战友 就是他最信赖的亲人 其他战友之间更别的这种感情 并不需要太多的语言去掉了 就是我们所有同志 有苦同吃 想要回忆起来吧 感觉是挺艰难的 但是 原来感觉这个回忆是最美好的 因为有一帮最可爱的兄弟 生死相依 全本注意 按照二组三组掩护 一组全体 一次演训任务 河军和战友在向山顶进发的过程中 突遇意外 就在大家四处寻找掩体躲避时 一名战友突然倒地 时候直径大概都在80公分到115左右 非常大 再加上从山坡上往下滚落 这个重力 在重力加速度的影响下 伤害非常厉害 危机时刻 河军冲出人体 奋力将战友转移到安全区域 晚上拖了大概有十来米 对我来讲体能消耗也是挺大的 也是感觉两腿发软 也感觉很难在站里 也不会去考虑那么多 也没有时间让自己去考虑那么多 更多也是想让自己带来人 能够平安地带出去 要么完成任务平安地带回来 绝不少一个兄弟 杀 杀 杀 在高原边防极其艰苦的环境中 杀 他们生死相依 守望相助 为祖国和人民构筑起了一道 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这钢铁长城的背后 是一次次身陷绝境 历经生死 也要不顾一切 完成任务的使命担当 战场上 战场上 受命参加高原战术演练 时任侦察鼓掌的他 奉命组织突击队进行支援 前出路线中 一条湍急的河流挡住了去路 当时河水很急 天气也很黑 可以说是伸手不见五指 你稍有不胜都可能被水捐走 没有一丝犹豫 马成龙高喊着 跟我上 率先蹚入冰冷刺骨的河水 可能过去了 不知道是生还是死 那一刻我们还是坚持要过 而且是在一种 大家的这个士气很高昂的 就是很坚定的要过去 这天夜里 马成龙带领突击队先后五次 渡过奇妖身的河流 每一次都面临着被大水冲走的危险 有两次我在过河的时候 被这个石头绊倒了 因为它这个河底 它都是那种大石头 它很容易把人绊倒 或者把人这个脚卡住 狭路相逢勇者胜 勇就是敢于亮剑的姿态 也是直面对手的沉着冷静 行至河流中央 突击队遭遇对手袭扰 队伍被冲散 马成龙眼部受伤 鲜血模糊了视线 却依然一边战斗 一边给战友遗迹 冲锋 冲锋 在马成龙的指挥下 突击队迅速恢复战斗类型 软满成眼训症 那些经历过的险境 马成龙从未跟家人提起 既然我去了 那我就是傲着 去了就回不来的这个决心 这件事我只自己知道 西拉到现在没有给家里人说过 怕他们担心 威俄冷峻的卡拉昆尼 见证了一名侦察兵的成长 也磨砺出一名军人使命在尖的血性担当 虽然说是高原上苦 但高原上我们不去 还有谁去 只有我们这些人去吃苦 去坚守或者去付出 国家的这个边关才能安宁 外加灯火 才能更加的就祥和 风沙磨不掉斗志 缺氧移不动信念 青春的热血燃烧在昆仑之巅 这就是军人的生活 一生令下爬刀山下火海都不会退缩 不停地与艰苦磨难 与风沙酷暑作伴 忠诚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无怨无悔 最关键的时刻 最危急的时候 最危难的时候 你要毫不犹豫地要顶上去 哪怕是牺牲 哪怕是付出你所有的代价 包括生命 你要顶上去完成这个任务 这就是军心 战斗或准备战斗 是军人极有两种状态 新年一世 在海拔四千五百多米的高原附地 一场合成战术演练 正在展开 有人说 选择这片高原既需要笔响 更需要勇气 在喀拉昆仑的生命禁区 军人用胆量 意志 热血和忠诚 浇灌的血性之化 将穿越群山 跨过星河 在浩瀚天地间 绽放出不灭的生机 想要暂时 准备 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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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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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